國民黨屏東縣議長周典論涉嫌連數行賄案件 遭到收押禁見 今天屏東縣議會二十九名議員 紛紛出面聲援 痛批 這是在政治迫害 周典論家人也出席 表示會提出抗告 在此 國民黨副總的候選趙秀康 直呼檢方的動作並不簡單 至於受到了政治影響 收押有兩個目的 一個就是要壓制周典論輔選 另一點就是要警告郭台銘 不能夠跳出來 支持 侯康培 屏東縣議員一次排開 統一司法迫害 因為屏東縣長周典論 涉嫌違法協助鴻海創辦人郭台銘連署 遭法院受押 政治的這樣子的介入司法 讓我們覺得台灣的民主社會 是讓我們感到遺憾 因為家人的最擔心的目不就是他的身體 各自而已 司法迫害 謝謝 周典論一兒三女 包括遭約談以50萬元交保的周孟榮 都到場聲援 選佔最後倒數 議長卻被收押 屏東縣議員們各個看不下去 挺郭大將周典論 無懼國民黨黨紀多次公開挺郭台銘選總統 直到郭董確定不猜選 周典論才歸對 出席國民黨造勢場和改支持侯康培 藍營營造大團結 隨後檢調就大動作查周典論 時間點太敏感 讓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也作出合理懷疑 他在東莞有站台 那怎麼禮拜一就收押了 壓制他在屏東的輔選 是威脅郭台銘 郭台銘給我小心 你不要現在跳出來支持侯康 郭台銘的支持者經濟欄都會受到影響 司法單位一定要有十足的證據才會採取行動 周典論被收押 同僚抱不平 全國政府議長27號也將動員聲援 周典論女兒表示 要提出抗告 讓司法還給周典論一個清白 記者林安平 徐崇文 評論報導